首先呢就是教学案例是为教学服务的 因此呢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思考 让我有了针对具体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尤其是教材中语焉不详 学生感到困惑的地方进行选题的一个习惯 其次呢如何将最新的商业案例的实践 与我们的理论相连接和扩展 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 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代入感 从而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两个方面是我在进行案例选题的时候 考虑的主要因素和标准 迄今为止呢我们被案例库收录的三个案例当中 最早一个案例是企业社会责任营销 一家运动用品公司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以2021年河南洪水灾难中的 红星尔克捐赠事件作为背景撰写的 这也是当年的十大热门事件之一 那么这个事件反映出来的 企业社会责任营销 非常具有冲突性和讨论的价值 所以有利于学生了解掌握野性消费 或者称为冲动性消费 企业社会责任营销 以及品牌形象管理的概念理论和内容 第二个案例是网红案例 这个案例撰写的背景呢 是我们国家直播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不同类型的网红 或者一夜暴红 或者昙花一现 面临着各种问题和困境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境 这个案例有利于学生去学习和了解 我国管制环境的变化 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 探讨MCN机构和网红面临的风险 及其应对措施 也有利于他们与国际通行的直播 营销影响者营销等概念接轨 同时又能够基于中国特定的情境 进行商业决策应用和分析 第三个案例是如何在中国市场 促进保加利亚葡萄酒品牌的销售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 保加利亚中小企业促进中心 作为一个国家机构 它正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中东欧国家 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机制 促进具有文化特色和地域特点的 葡萄酒品牌的销售 那么因此呢 这个案例有利于学生去学习和掌握 如何分析一国的出口竞争优势 如何克服原厂国的较弱的效应 如何去通过品牌形象的塑造和营销传播 帮助来自于中东欧国家的葡萄酒品牌 进入五国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新兴市场 非常适合于国际营销和国际企业管理的课程使用 CG国际案例库的编辑非常敬业和专业 在案例设想或者说早期选题的阶段 他们就会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案例设计的知识点 和决策点的反馈 避免了很多的弯路 其次呢 在案例撰写过程中 编辑非常高效 我们基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就收到他们基于案例不同版本的 针对性的建议和反馈 这样的一些工作 帮助我们提高了案例撰写的内容和深度 在文字的润色 翻译的精准性等方面 也提高了案例的质量 非常感谢